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解这些POWER的开晓的装备 首先我们打开包装 然后把它小心的拐过来 这样你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拐出来 这是附件带 这是电源充电器 这就是自行POWER的机身 我们把它从泡沫盒中拿出来 请把POWER的泡沫包装和指枪收好 以免收货的时候需要使用 自行POWER的包装中包含POWER的机身 18650电池充电器 有附件带 附件带 附件带一种包含 一份用户主色 按着加接车器 行台专用快拆杆 吹轮电片 和四个 统轴快拆的转换座 接下来我们安装自动卡 首先把POWER的两处空字形结构把开 随后安装飞轮 接下来我们讲解如何安装飞轮 首先准备好飞轮的套装白手工具 这个是我们 附件带中的电片 这是为8,9,10,10速飞轮准备的 如果你的飞轮是11速的 则不需要使用这个电片 随后 我们旋转 喜马诺的HD塔基 这个塔基的侧点是有一个凹槽 比其他的凹槽更宽 把飞轮反过来 你也可以找到 你去对应的更宽的一个台阶 把这个台阶跟这个凹槽对准 然后就可以把飞轮推到底 剩下的几片电片 同样也找到更宽的这个台阶 对准推到底 随后 用飞轮工具把飞轮的盖子上上 再用内六角或者大的开口扳手 把盖子锁紧 如果你用的不是喜马诺的飞轮 你可以问经销商购买CP塔基 或者 苏联XDR的塔基 这是POWER骑行台的转换座 左边的这一对是桶轴转换座 右边的这一对是快拆转换座 安装之后 我们要先把这个红色的保护罩拿下来 然后把桶轴转换座插上去 这样安装就是142毫米的桶轴规格 把飞驱动侧的桶轴转换座反过来 这样安装就是148毫米的桶轴规格 再把快拆转换座安装上去 这样就是130毫米的快拆规格 把飞驱动侧的桶轴转换座翻过来 这样就是135毫米的快拆规格 下一步我们把自行转到后门拆掉 首先把变速将到最反版 让后门更容易卸下 随后把快拆或者桶轴给拆掉 我们视频当中是桶轴 快拆的话拆最合法是一四的 把后门就卸下来 如果你用的是叠杀的自行车 你还需要一个叠杀电片 垫在后卡钱的里面 防止卡钱爆死 下一步把自行车装上 行进台 对着最小支 然后把它扣在里面 顶上快拆开 来确认变速 走在它该走的里面 如果你使用的是快拆的话 请确保两头的弹簧都是小头朝里 5H1加编号在机型台的后侧 Power的开关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需要拆装电源的话 在底下 18650电池舱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打开Zepter 骑行软件 在配对设备界面里面 选择功率来源 然后你就可以搜索到 Power骑行台的信号 如果你有心率和踏屏设备 你可以进一步连接 继续点击立刻开始 选择你想要的路线 点击骑行就可以开始骑行了 没错 这用程当 56 优优独播剧场 想跟还一变 你们一定要有合照